林泽徐的故事 斩子行禁令 传说林泽徐当了湖广总督以后 有一段时间住在广西 由于公务繁忙 也很少与家人联系 他有一个大儿子 乘父亲不在广州 偷偷抽起大烟来 并且倚仗权势 包庇商人贩卖大烟 自己从中于力 不少烟鬼见到这个势头 又以为有机可乘了 有人说 唉 老子进烟 儿子吸烟 言什么双簧 于是不少人 有明目张胆地抽起大烟来 一时广州的烟馆 就增加了好几时间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林泽徐的耳朵里 他立即交代了广西的公务 收拾行李赶回广州 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家里 这时他儿子正躺在床上 吱吱地吸着鸦片烟呢 林泽徐一进门 看到儿子这个模样 火冒山丈 三步变作两步走上前去 夺过儿子的烟枪 一棍打在他的下巴上 儿子立即从床上爬起来 刚要跪下求饶 林泽徐大喝一声 拉出去斩首示众 财义一拥而上 立即把他的儿子绑到法场去了 他的儿媳妇听到这消息 吓得面如土色 赶紧来向林泽徐求饶 阿爹啊 看在父子情分上 饶他一次吧 林泽徐说 皇上有命禁烟 你们不是不知 岂能目无法计 那媳妇一边抹着眼泪鼻涕 连哭带叫道 你不要儿子 我还要丈夫啊 林泽徐又说 莫说是我的儿子 就是皇亲国戚 触犯法令 该斩的也要问咱 不斩王亲 令不通行 说完吩咐差人 赵斩 当时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不说脖子吐舌头的 吓得整个公堂雅切无声 林泽徐斩子行敬命的事 好是一阵风一样 传遍了两广地方 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人人都说 林大人真是铁面无私 再是包工啊 自那以后 广州那些烟饭烟金 再也不敢放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